2017年年初,北京人和尚在中甲,对中年仅22岁的年轻球员邓涵文横空出世,入选国家对并在中国杯上友善加的发挥,一跃而成为金牌教练李皮的红人,此子一时风光无两,前途一片大好,年帝。 广州恒大以邮件加献金的方式,交换购买的邓涵文,成长的道路从来都不缺少荆棘,邓涵文在去年八月底的世界杯,亚洲区域选赛上,一个敌级事务,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德奔,而这时的层城和张林鹏,非但没有怒骂和埋怨,而是上前摸头安慰,这一幕真的很温馨,遥想1996年亚洲杯,中国对贫运气杀出小组赛, 与沙特相遇,在2比0领先的大好职面之下,因为刘悦一个低级失误,被对方进了一个球,实践队长范志义供着身子,像个大虾米似的,对其一通狂马,结果刘悦这地慌了,又接二连三的被对方打穿, 中国队最终已以分比四输掉了比赛,无缘下一轮,而年轻的刘悦也从此与国家队永别,当时我还在上大学,挤在一个破烂的小发馆里看球,系队的队友大骂,山东怎么出了这么个东西, 我一时气愤,险些和奇甘下,好在被同学们拉开,不过在那些里,我也感觉刘悦太不应该了,时过境迁, 当我在球场上,刘打着踢着养生养老的足球时,我偶尔能想起这件事,当时刘悦是左后卫,平凡入宫无可厚非, 为什么身为左前卫的马鸣鱼,以及左中卫的范志义没有,为刘悦补卫呢? 为什么器物生没有及时的换人调整? 假如范志义大度的安慰一二,刘悦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慌神了,无论如何,过去的都过去了, 现在五星体育的评论员刘悦,在看到邓哈文失误时,心里会怎么想呢,一定很精彩。